嗨大家好 然后从这期视频开始 我打算开一个新的坑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平常在Mac下 使用哪些比较好用的开发软件 它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开发 还有工作的效率 比如说我常用的这个第一个就是Item 2 我这次打算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Item 2还有哪些强大之处 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界面 就是在这个Item 2下面 然后对 其实Mac它本身自带了一个这个终端软件 比如说大家可以搜这个terminal 就能打开这个终端 不过它本身自带的这个会比较难看 而且功能也不是很强 所以我们使用Item 2来替换它 可能很多薪水会比较疑惑的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用终端呢 我们直接现在有很多好用的 这种界面的开发软件 那其实有些场景我们不得不去用 比如说你去服务器上的时候 我们只能去在中端下去输入这个命令行 那还比如说其实还中端下 还有一些比较方便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快速的跳转到一个文件夹 然后open 点 你就可以在Mac下使用这个open命令打开这个 当前这个目录 这如果它嵌套非常深的话 你就可以比你让一层一层去找要快很多 对另外可能像我是比较极端的 我是写代码都是在中端下面 可能跟很多人使用这个开发工具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在中端下使用这个NeoWayme 来去编写代码的 所以我对中端的依赖要比很多人要多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要去找一个更好的中端 我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怎么去下载它吧 然后打开这个item2.com 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替代原生终端的一个软件 并且它非常好的是它是免费的 你可以直接点这个download的来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 你直接把它这个dmg这个文件拖到你的application下面就可以安装了 然后这个应该新手也都会 所以就不过多介绍了 我看一下它的这个feature哪些特性 比如说在item2下它可以做分屏 虽然我这个不常用 比如说我都是用它这个tmos去分屏 比如说这个这个key的window 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特性 当然这个我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再比如说这种查找的功能 还有这个自动补权等 是比原生的这个终端要强大非常多的 然后我下面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我平常会用到哪些特性 以及它的比如怎么去设置让它更好看一些 好下载下之后打开它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界面了 我可以使用ls看一下 当前这个你的用户目录下的这些文件 然后在item2下 你可以使用commandt来新建 这样一个新的标签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还有多个标签 你可以使用这个command加1 command加2来去选择 对它本身是英文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大部分特性我们用不到 我们看到左上角 它这些选项有哪些 比如说这个有这个更新 然后其实大部分我们都用不着 比如说这个share 我们可以在这个双键newwindow 我建议你可以去记一下这个 一些比较好用的 这样的一些常用的命令 那其实大部分我其实都用不着 另外我可以做一些外观上的一些修改 但它的功能非常强 其实大部分我们用不到 我们也不用太关心它这么多的选项 有什么作用 下面来简单讲一下就是怎么去配置 让它变得更好用一些 好在这个左上角item2 然后这个preference 或者是你直接使用这个快捷键 就是使用command加2号 然后打开这个它的一些设置 后来看一下有哪些比较好用的设置选项 就general里面我其实好像并没有怎么改 然后主要是这个外观上的 就比如说这个上面的 顶层的这个主题 比如说这个选了这个紧凑的主题 你其实还可以选别的 比如说选这个常规的话 它这个顶上就会变得特别大 所以这样我也不太喜欢 所以我一般都是选择的 这个就是紧凑的这样一个主题 然后加带的话 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是不是就是显示一些 这个window就是窗口相关的 然后还有标签相关的 这些其实好像也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对主要是我觉得 主要是在这个preference里面的设置 在这个里面的设置 我们可以干嘛呢 我们现在还可以把它保存成一个主题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导入或者是导出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设置 对于这个原因主要是跟外观相关的 所以比较重要 比如说这个colors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cueser 我会把它设置成这个红色的 会比较突出一些 对另外的话就是可以设 还可以设置一些文字颜色和背景 这些我都没有怎么动 对主要是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设置这个主题 比如可以改成黑色主题 或者是这种亮色的主题 这里我主要用的是叫 应该是叫这个jarkler 我用的是这个主题 当然你也可以从网上去找到别的主题 好 这里就不再具体演示了 然后比如说还有文字 文字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对于一些fayask字体 我们需要选择这个 需要安装一些特殊的字体 它才能显示一些 比如说这个emoji一些比较特殊的字符 比如说这里我用的是这个hacker nerd phone的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到它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终端下 就比如说我这地方显示了一些这个 特殊的字符就需要靠它 好 接下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这个设置 是windows这窗口 比如说我可以设置它的透明度 比如可以让它背景看起来透明 这样的话就是感觉会比较酷 有些人我看喜欢用背景 但是一般我不用 因为我感觉可能会打扰我的视线 对另外还可以自定义这个background image 就可以加这个自己可以给它加这个背景图 这样有些就是有些背景也比较酷 那我我就没有去搞这么多花里活事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这个什么终端的 还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提醒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这个 silent bear就不让它去响铃 有时候会比较烦 好其他的我设置的应该就不多了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你还可以自定一些快捷键 比如说我确实也自定了一些快捷键 比如说我左右移动的时候 我喜欢使用这个command加这个u跟i 让它来切换这个上面的这个tab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可以使用这个windows加number键 来选择这个tab 其他的我好像也就没什么太多需要讲的了 我用的也不是很多 好这就是itm2的它的一些功能和配置 然后我觉得是要比原生的终端 不仅要强大要好看很多 这个就是itm2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当然在itm2下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命令行工具 可以去下载跟使用 以后会给大家慢慢介绍 好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也欢迎转发素质三连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学习这个mac有帮助 有空的 homem 这个圈子是有来说 我们下车也喝了 好 不会 如果下一位就会是用户子到利用 在这里 再 وس你干扰 一整个脂子 还有一整个 thy脂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